大家好,我是Edith,歡迎回到Live Journaling 今次我們又回到手帳裝飾術的第二集 在這個系列裏面我會講一下如何可以裝飾我們的手帳 令到內容更美觀 而今次我會和大家一起畫三種花圈 當我剛開始寫手帳的時候 我經常都看到有些人在手帳裡有一些很漂亮的花圈 但是畫花圈給人感覺好像很複雜 今天我就會示範三個花圈 畫完這三個花圈之後 基本上所有花圈都拿不到你了 首先我們利用一些工具幫我們畫一個圓形 之後就隨意畫上一些順方向的葉 對於伸手來說順著同一個方向就會比較容易畫得漂亮 其實每一個花圈都是由兩至三種不同的花或者葉去組成的 你可以留意一下,現在我畫了兩種不同的葉 之後就可以加入第二種顏色 我會用另一種方法畫一些枝出來 最後我們會加上一些鮮艷一點的紅色點點作為一個花 而第二種花圈我們就會用到比較鮮艷的顏色和大袋一點的花 在圈上面隨意分佈一些暖色的花 最好它們的形狀有一點點不同 看上去就會比較自然 因為花就會在葉的前面所以就要先畫了 之後我就會加上一些樹葉 這種樹葉也是畫花圈經常會用到的樹葉 如果你想這個花圈是豐富一點的話 你就要把這些葉畫得闊一點 如果你有發現這些樹葉跟剛才第一個花圈的樹葉是一樣的 我還有一個小技巧給你們 就是如果你們畫葉和畫花的時候 可以加多一些漸變的顏色 這樣也會看起來更豐富一點 然後到第三個花圈了 嚴格來說這個也不能叫做花圈 因為這次我們會用一個菱形作為主要的形狀 而花圈還會好像在後面伸出來的感覺 要做到這個感覺 我首先會建議你可以在這個菱形旁邊做一個漸層 而第二個要點就是在葉那裡 畫這種花圈最好畫一些大塊一點的葉 而且在菱形的邊緣那些葉一定要畫到不完整的 因為我們需要靠這些不完整的部分 去顯示那個菱形的形狀出來的 當然如果只有一種葉的話 都是會看起來比較單調的 你可以用不同的深淺和不同的形狀的葉 去堆砌這個菱形出來的 最後我也忍不住加了一點小黃點去做花的 又到了投票的時間了 不知道你又喜歡哪一個花圈呢? 1號、2號還是3號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你最喜歡哪一個花圈 還有Like我這個影片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和Follow我的IG 那你就可以即時知道我的最新狀況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這些花圈 但又真的沒辦法畫到的話 也可以私下找我 叫我畫一個給你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啦 拜拜 拜拜